近日 时尚八杀公开了2022年开年大片 作为娱乐圈的顶流女星之一 杨幂成为一月刊的主角 在拍摄了几组大片后 杨幂也接受了杂志的采访 对话中吐露了自己目前的感情状况 引起了不少网友围观 自从与刘凯威离婚后 杨幂的感情状态就一直沉迷 媒体问及杨幂在生活中是否还期待爱情 杨幂的回答非常干脆 期待 天天都期待 不过杨幂也非常清醒 认为自己没有为爱情付出过多的努力 而且爱情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只是人生诸多体验中的一种 言外之意 杨幂现在是单身状态 而且对爱情更多的是已经看淡了 太刻意去追求 会使得爱情变了味道 既然杨幂现在没有谈恋爱 那传闻中与魏大勋的绯闻也应该画上了句号 当初这对CP因为综艺宏极一时 没有想到综艺成了催化剂 二人在现实中也走得非常近 从被传出恋情到杨幂再次表明单身 二人被狗仔拍到铜矿的画面不止一次 被拍到一次铜居 魏大勋出入杨幂居住小区 情侣山以及各种互动更是让网友各种吃瓜 甚至二人还被拍到过一起吃冰淇淋 随后一同进入酒店 在去年还有媒体拍到过 二人在恒店某饭馆一起吃饭 种种迹象表明 杨幂当时与魏大勋的关系有着非常亲密 只不过双方自从被抱谈恋爱之后一直沉默 留给网友更多的是想象空间 在线讨论话题越吵越热 既保持了热度又能引起关注 可这段没有公开的关系还是没有能够走到最后 进入2021年 杨幂与魏大勋鲜少地被拍到童话的画面 今年7月份 港媒爆料杨幂已经与魏大勋玩玩 这段恋情没有公开就结束了 不仅是港媒 内地的余记也曾回应过二人的关系 当时有网友在线询问杨幂的感情状态 余记称杨幂已经分手 各路媒体都在同一时间段 谈论杨幂与魏大勋的这段感情 看来结束关系也早有时日了 而且杨幂自己也早就吐露过感情状态 他7月份接受采访时 用私人若彩虹 遇上方之友来形容自己的状态 坦言在期待属于自己的彩虹 看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姐弟恋 终究无法修成正果 被报分手后 前段时间杨幂还跟旗下男爱豆周科宇传出绯闻 两人也是时常一起打游戏 根据双方游戏账号 网友还发现两人使用的是情侣皮肤 而周科宇账号简介中的爱中玉米 也由网友理解为和爱着杨幂同样缩写 除了游戏相关之外 两人还一起代言一起上综艺节目 似乎杨幂也是有意提携后辈 导致绯闻小范围传开 至于魏大勋 被分手后一直没有吐露过自己的感情状态 或许维持住二人关系的也就是短暂的新鲜感 无论杨幂与魏大勋是否真的是动过真心 这段从未公开的恋情 最终草草收场 对于二人来说 珍惜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每个人都有自由恋爱的权利 希望双方都能遇到一中人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